喜欢看港剧的观众应该都知道 这两年TVB处于一个人才凋零的状态 当红花蛋小生剑术离开来来去去 却只有一个人入行50年转战TVB之后相守46年 他就是TVB的镇台之宝阿姐汪明泉 今年是阿姐入行的50周年 刚好在刚刚举办的香港演艺学院荣誉博士 金荣誉院士颁奖典礼中阿姐获得了荣誉博士的奖项 他说这是他入行纪念礼物 无线电视台老大陈国强 更帅各大高层道场祝贺 可见虽已年满70 阿姐仍是TVB的台柱子 在工作上阿姐的这一生可以说一直顺风顺水 没有太大的波折 但是在感情上他却是历经磨难 第一段婚姻 丈夫刘昌华是一位商人 俗话是婚姻是两个家庭的事情 虽然丈夫欣赏她的事业 但是婆婆却是对此十分不满 后更因为再一次拍戏的过程中 阿姐意外流产而导致了更大的矛盾 最后这段婚姻已离婚收场 离婚后阿姐和何首席在一起 这段感情纠葛长达十年 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 阿姐更是深受感情伤害 看了六年的心理医生 幸运的是他身边一直有一个人在旁守候 他就是阿姐的现任丈夫罗嘉英 无论是当他感情失忆 还是遇到工作中的小波者 他一直都陪在汪明泉的身边 在多次求婚之后 二人终于修成正果 在阿姐61岁那年 他嫁给了罗嘉英二人的感情 可以说终于开花结果 但是不幸的是丈夫 罗嘉英两度患癌 第一次手术虽然很成功 但是如今还患有肝癌 不知道究竟是怎样的缘分 在嫁给罗嘉英之前 阿姐也曾两度患癌 第一次是在他事业症当红的时候 被检查出了假状性癌 第二次是在2002年 不幸患上癌 那个时候大家都劝他暂退下来 好好修养身体 但是他却一直坚持住 幸运的是最终他挺过来了 如今阿姐70岁 罗嘉英71岁 夫妻二人还是活跃在观众的视线中 当阿姐被问及事业时 他更是答复不会退休 台前或是母后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日前也爆出在2018年TVB 将会打造一档 为他量身定做的综艺节目 阿姐的这一生经历了事业辉煌 经历了病痛 那遇到一会儿